中国最牛的母亲,守寡后几乎没有经济来源,却一连培养了13个博士,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州级警戒神探,叫做李昌玉他参加过很多重大的全球性案件,并且取得了娇人的成绩。 李昌玉的智商很高思路,也很敏捷,平时说话风虚幽默,在美国的时候他经常被称为现场之王,在美国人眼里,他就是神奇的存在,在李昌玉的眼里没有什么案件,是不可能破解的他认为凡事都会有破绽,在他认真的观察下,什么都会被看出,他一直都遵循以政绩为原则。 他遇破解了八千多件刑事案件,每个案件都是很有名的,因此他破解的许多案例,都成为了现代警戒的教学案例,不少案件都因为他产生了重要影响,作为一个国际名人,始终以身为华人而自豪,所以他也受到很多人的尊敬。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,他提到他的母亲流泪说妈妈,谢谢您他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呢? 在他心中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,他的母亲叫王书珍,他的母亲有多厉害呢? 她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女性,在他守寡后,他仍然艰苦地把13个孩子带了起来,还靠着自己把孩子都培养成了才子,而且个个都是博士厉害吧? 这对一个女人来说确实不容易,而且他最后还活了103岁,因为是光绪年间生的在民间长大。 21世纪,财黎氏可以说存在了三个世纪堪称传奇了那他的生平是怎样呢? 是不是和平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?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,王书珍这个名字,很好听,他长得也很好看。 是标准的大家闺秀1897年号学的王书珍,嫁给了李浩铭,后来便在家相夫叫子。 因为那个年代比较明信,所以生了很多个孩子,他们的教育问题都是妈妈管的。 丈夫很少回家。 王书珍对子女的要求,十分严格希望他们可以努力,一点色力更生。 丈夫平时在家里的时候,生活条件还比较好,不过13个孩子之初还是比较大的。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,13个子女,还是不分男女的被送去读书接受教育,这也是王书珍最伟大的地方。 因为他这举动,也改变了儿女的一生。 可惜他的丈夫很不幸在1949年的时候,遇难去世,没能看到孩子们的光辉。 而王书珍也因此需要背负上巨大的经济压力。 当时他还有几个子女没长大,所有重担都落在他身上李昌玉。 那个时候也才11岁,还处于一个很调皮的年纪,不过书珍仍然会让孩子们吃饱饭读好书。 对他们做了许多思想工作,为的就是让他们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,可以去努力奋斗。 他从小养尊处优,婚后也有丈夫作为靠山。 可是丈夫死后,他只能自己出去谋生,于是他把家搬到台湾。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,工作因为比较默,生所以他做过佣人也当过家教,加上从小喜欢音乐。 王书珍还会辅导一些有钱人,学习音乐,在他最苦的日子里,连饭也吃不饱。 只能和邻居借在这种又累又苦的环境下,他仍然对子女抱着很大的期望。 经常和他们说以后,一定要出人头地,做出本事,来他对待子女们也十分苛刻。 要求他们必须读到博士,而当年李昌玉很早就毕业出来警院工作,薪水比较高。 所以他不想继续读书。 王书珍怎么肯同意,就要求他必须把学历提高点。 读到博士在他的严历要求下,孩子们一个一个都成完了他要求的目标。 在如今,家里有一个考上博士都很厉害了,可是他却把十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博士。 这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贤惠。 其实现在这种贤惠的女性,越来越少濒临灭绝了。 但在古代甚至民国时期,这种女人是比较多的。 20岁首寡,将几个孩子带大,培养成动粮之才的,也有为了孩子一辈子不改嫁的,也有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。 还有一个大名词叫母爱母爱,是一种大爱,也是一种女性温柔到极致的体现。 这种爱是完全无私的这种孕育在女性体内的伟大的爱,让我们永远凝记住他们。 虽然他们没有男人那样的体力,能够上阵沙底,或者能够开疆拓土,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。 但他们却成为男人的后盾,支持着男人们去发挥更大的人,升价值,让他们的男人他们的儿子成长成对祖国有用的人仅凭着一点。 他们就是伟大的一个善于旺季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。 竟说历史,Jings Olish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铭记每一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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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